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講起來 我這條命都是念佛念回來的 為什麼呢 我年輕的時候 原來吳穩星是揮州地方的人 年輕的時候 時時在蘇寒一帶做生意 又一次 她是苦憂 遇到一位出家人 這位居士請你留一留步 啊 師父 你叫我啊 哈哈 有句話 不知道你願不願意聽呢 啊 師父 你隨便說吧 居士你相當有善根 只可惜 你二十九歲那一年 會遇上一場水難 當時 吳穩星聽了之後 心裡就非常之害怕 就請求師父 靠他免除災難的方法 各位師父 想了一會兒 才跟他說 你從今以後 就應該要戒殺放生 並且要虔誠念佛 加持大悲咒 或者可以免了這個災難 吳穩星聽了之後 就每天照著這樣做 一點都不敢偷懶 同時 他又想到念佛的好處 就經常勸人念佛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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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他二十九歲那年 因為要趕回鄉下 吳穩星 就在桿桿這裏搭船 吳大爺 你快點上來啦 船要開咯 吳穩星上了船 船上連著他 一共有十七個人 這位先生 你這趟是不是回家 是啊 你呢 我也是趕回家 船行走了幾十里 有些人在聊天 有些人閉目養神 這個時候 忽然之間掛起狂風 並且潮漲起來 很猛的巨浪不斷地打過來 眼見著船就飛了錢 這個時候 吳穩星 飛人之間想起師父講給你聽的話 急忙地合掌念佛 getting to see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過一陣 船就沉嘗了 所有人都掉附海裡 在urposeeng 吳穩星聽到有人這樣說 吳穩星 奸人念佛有功 可以免除此場災難 當吳穩星張大眼 發現自己已經被漁夫救了起來 手中緊緊握住那一串平時計算用的念珠 因此吳穩星就來到吳山 開了這間說明館 藉著談論命理向人介紹佛法 後來杭州一大的念佛風氣非常之輕盛 城市和鄉鎮之間互相感化 好多男女老少都喜歡念佛 大家都說吳穩星的功德實在太大了